1935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对陕北中央红军进行围剿 然而,在不久后的直罗镇等战役中,东北军遭到红军重创 两个师的兵力被歼灭 随后,中共中央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表示愿意与东北军停战,共同抗日,并释放俘虏 奉令搅供的张学良意识到继续内战是不会有出路的 经过审时夺势,他决定与中共握手言和 此时,因山西抓捕共产党人,柴泽民辗转逃到西安 在这里,他感受到了共产党在西安的影响 柴泽民,新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 从一个乡村的贫穷孩子,到新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 他经历了中国革命七十年的风风雨雨 下七年的七八年,新俩这个共产党的活动就越来越厉害 在养护城有一个预备队,我们就公开到预备队去看 他以后呢,他还有红俱乐,那个是红军,有种这个俱乐部的形式 是叫红俱乐,那也是,需要查这个共产党的东西 1936年,柴泽民刚到西安不久 他在红军俱乐部里找到了共产党组织 随后,他被安排到西安军医处,成为了一名看护兵 这一年的12月12日,一条消息刊登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张学良、杨虎城在华清池对蒋介石实行兵舰 当时厂里边是杨虎城附队 杨虎城把他这个国民当地的遥远都抓起来 把这个特务机关从里边都抓起来 张学良,他的部队是到领通 到那儿去,就是包围这个蒋介石,复杰,抓蒋介石 在西安事变当天,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 到处都是公神蒋介石的口号与标语 12月17日,在张学良的邀请下 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参加了国共谈判 双方最终在口头上基本达成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六项协议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开这个平庄大会 来庆祝这个松守事变 开个平庄大会 在中山公园,那个中山公园 才来开了庆祝大会 杨虎城跟张学良 那个叫江华 那个时候 那个真是高潮啊 那江华就是没讲了句话 大家鼓掌 没讲了句话 大家鼓掌 这个非常热烈 被释放的蒋介石 此时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身材 1937年2月15日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 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三中全会 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 一致抗日的原则 这一年的7月7日 日本军队突然向驻守在宛平县城的 中国守军发动进攻 清华战争全面爆发 此时 还在西安军医处当看护兵的柴泽民 被派往国民党第42师 随军开赴抗日前线 中小事变以后吧 9月4月 他们就开到宝顶 要收宝顶 开到宝顶去 就跟他们到石家庄 宝顶失守了 宝顶失守就不能去了 我们只能在石家庄 在石家庄 在平山 在高唱 在坏楼 就是在石家庄周围 这些地方来住房 8月8日 日军在北平举行了入城仪式 5000名日军合枪实弹 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到前门开进城区 随后 天津也很快沦陷 8月31日 日本天皇下令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的中国军队 对人要进攻石家庄的 进攻石家庄的就退啊 退到平山 有平山的人就退到 这个省边有名领个人 守着娘子冠 娘子冠那儿 打到三天三夜 部队打垮了 大家就赶紧往台湾跑 火切是在日本人所谓 火切 就算火切 它就一时就开到雨吃了 所以他们就不能从下边走的 他们只好上到山上 从山上往台湾走 哎呀 那个一天晚上 半天晚上走 这一天磕水啊 磕水就是磕水啊 然后是 一直走到台湾 这一到台湾 就是心口失手了 心手过来 这台湾也不能带到 娘子冠失守 使得太原会战失败 山西沦陷 华北地区 基本被日军占领 中国的正面部队 节节败退 此时 身在前线的柴泽民 收到家书 得知家乡曾经被抓的 共产党人已被释放 柴泽民决定 回乡组织敌后武装 1937年 日军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在危急的形势下 周恩来赶赴庐山 同蒋介石再次谈判 国共合作取得新的进展 国民党政府同意红军改编 并每月发给军饷50万元 释放所有政治犯 得到消息的柴泽民 很快返回老家山西运城 组绢八路军禁玉边 抗日游击支队 并担任政治委员 然而部队刚刚组建 就遭到了日军的大规模扫荡 当时我驻的那个地方 有个统治 他说你们啊 今天晚上不要成个家族 你可以你哥们的儿子 你整人家 你整人在这个地方住 你就住到他那儿去 免得敌人包围 是否把你抓下去 当天夜里 汉奸向日军报告了柴泽民的行踪 抵抗革命的时候 日本人来了 包围了村 包围了之后 把这个统治抓起来 抓起来大地要过 所以听你说 这个财政民在家 你得交出来 他说我这样没有 没有 你不知道 就这样子 他毕宫 结果是 这个统治是 写写不成人 所以他还没有办法 又把他带上 又到另外一个船去 以后呢 听你说这个老头 被敌人 背着 背着 背着他要摸 守不住 打的 最后把老头打死 柴泽民躲过了日军的搜捕 而那位被日军杀害的村民 连姓名都没有被留下来 1939年 中国正面战场趋于稳定 这张当时战局形势图上的大歌剧 维持了五年之久 1939年的平安夜 蒋介石在重庆的别墅里 宴请周恩来 席间蒋介石大谈国共合作 不停地提议 为和平和友谊干杯 他的反常举动 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 会后 周恩来电告延安 要密切注意蒋介石的举动 而就在近一个月前 远在山西的延西山 突然发动静西事变 意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军 这个时候 我们的上级 找我去提出来 说各下都要退退 因为这些的想事 发广高照到来了 那么 那延西山的要向我们开导 此时 柴泽民领导的 禁域边抗日游击支队 只有一个警卫连 保护八路军办事处 而延西山的十个特务团 和保安团也驻扎在这里 形势非常危险 柴泽民带领警卫连 向新军212旅方向转移 并带去了上级 给212旅的信 那一件新军叫212旅 我就找他们 旅长 212旅的旅长 找他们旅长去了 我说我下山的时候 这个上边 给了我一封信 用个寝室交给你 他说看 把信交到他一看 他说这是祖宗师娘 刚来的信 所以是延西山 现在要派一个军 现在要到金融山 要消灭二一队 新军212旅迅速转移 避免了和国民党 进随军的遭遇 而柴泽民则留在 抗日根据地继续坚持战斗 时隔不久 国民党34军 向柴泽民驻守的 抗日根据地进反 面对国民党军的屡次进反 为避免冲突 柴泽民主动来到国民党 进随军34军军部 与对方谈判 现在咱们都在抗战 我们缝缝部队在这儿 用于发生矛盾 发生冲突 这是对我们斗争不理 是不是咱们 这样的调约 就是那儿有金融山 那金融山 在那儿金融山一栋 是归我们 这是我们活动之地 金融山一栋 归你们 那是你们的活动的地区 谁要不要侵犯 这里这个地区 那么谁要侵犯这个问题 那就说服这个 国民党34军 口头答应了柴泽民的要求 双方留在各自防区 互不侵犯 不久 柴泽民得知 朱德总司令 将路过他的防区 去往太行山 而就在此时 国民党34军的一个侦察连 也正潜入柴泽民的防区 1936年 山西进步人士 发起成立了西盟会 由共产党员薄一波 主持工作 第二年 在中共的建议下 山西成立第二战区 新军展医师 西盟会和新军 积极参加抗战 逐渐发展成为 独立的政治力量 阎西山赶到继续下去 是将动摇自己 在山西的统治 1939年12月初 阎西山发动了 旨在消灭西盟会 和新军的近西事变 国民党军队 与八路军冲突不断 此时 柴泽民已经在山西 组建了 禁域边抗日游击支队 深入敌后进行抗日 1939年 朱德总司令 路过柴泽民的房区 去往太行山 而就在此时 国民党34军的一个侦察连 也潜入了柴泽民的房区 三十四军 台湾的侦察连 国家在侦察我们 他走到那儿 老百姓就都给我们报告 老百姓是我们的 所以这个他就 他也报不了命 他不能他走到那儿 我都知道 他们的人呢 都是高革制度的脑表 我们呢 都是年轻的 年轻的 所以这个害怕 也都不过他 他的纪律非常坏 老百姓一天 那是我们的高中 所以他是 绷票 拿起来是 大的要钱 他是要我们 绷阱到 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国民党34军的侦察连 驻扎在柴泽民部队的附近 对朱总司令的安全 构成威胁 柴泽民决定带领部队 消灭他们 那么我们就 比如说五月短午 五月短午的时候 什么讲到背景 给他送肉 送种子 送酒 叫他好好吃 不能刮嘴 然后给他们好消灭他 五月端午节的晚上 国民党的侦察连 在酒足饭饱后 放松了警惕 此时 柴泽民已经带领着部队 悄悄地靠近了他们 我们的队就上去 这边跑 就是一上去之后 他们有个哨饼 我们就是 我们两张医上去 把他的哨饼 说是你干什么 那是松心的 这个人的哨饼上来接信来了 我们哨饼就 一下把他的枪就抓住了 那是纳服守抢来 对付他不准脚 不准扛上 不准说谎 然后就把这副鲁就 就副到我 这一副鲁 他把这一招手 下边部队就一下子上来 一下子把他穿去包围 拿上石头打 我们员子里面丢 因为他们是他底下部队 我们在上边 就是 他打他 结果他们都跑到那个 摇洞里边 我们就带上部队 就下去就到他那门外边 门外边几刮枪放到那 说是你们投降不出 不投降 我们就向你们摇洞开枪了 他们没办法 打上把这手摆手劲 打到滚梦 打到滚梦 在这儿摇洪 投降了 他们就把他的武器 抖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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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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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带上队 柴泽民带领禁玉边抗日游击支队 解除了国民党三十四军侦察连的武装 并释放了俘虏 确保了朱德总司令安全通过 然而 国民党三十四军随后派出来两个团的兵力 进攻柴泽民的禁玉边抗日游击支队 柴泽民带领部队跟随朱德总司令向太行山方向转移 雖然有朱德总司令的加强连任先锋 柴泽民带领禁玉边抗日游击支队电后 但为了确保安全 大部队还是只能在夜间行军 吃饭成了大问题 这又一次他们走到半夜休息吃饭 说那村子里边没有水也没有人 所以吃饭没有水怎么办 那么早之后在沟里边找到了一个水碳 从那里边算是高楼点水大家可以做饭吃 这吃饭到亚里边说 这说亚尘很厉害 我说这说这么不方便吃啊 整个就不能吃 天明朗一看 那个完整身体 说明镜是这种高楼的米饭 部队只能重新起火做饭 但就在这个时候 哨兵却突然发现 后方出现了一支部队 向柴泽民部队所在的位置靠近 两次小队部队一个一样 过来呢 人们不叫他抢进 叫他杂住 他还不杂 就要抢走 他要抢走 我就开枪 那个极瓜枪扒到船门楼上 极瓜枪放到船门楼上 他准备要走 极瓜枪放到船门楼上 他不该走了 1939年 朱德总司令 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 柴泽民带领禁玉边抗日游击支队 担任警卫人物 谁知队伍刚刚出发 就遇到了严锡山的一个营 我上翅膀 上翅膀上 我两边要加起来 叫他抢中间骨 最后他乖国地从中间过去 朱德命令部队跟在 严锡山的部队后面 这一天夜里 两支部队同时驻扎在 同一个小村庄 这让担任警卫任务的 柴泽民担心不已 今天完成了 不太平 那么这个严锡山的部队在这儿 咱们在这儿 晚上讽刺他向他们进攻 几关枪派到十字楼口 那么那就要打了 害怕咱们的哨兵又瞌睡到 瞌睡的时候结果他突进的 在这儿好办了 现在就插烧 来回转 再转到这个道尉师到家里面 哎 没有消息 我现在不给爸爸去了 他说家不明他们就跑了 他害怕你们监控 他害怕我们 1940年2月18日 国民党97军突然袭击 1290先警支队 八路军伤亡百余人 在此情况下 1290师长刘伯成 政委邓小平 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 消灭国民党97军 保卫太行根据地 经过三天的战斗 国民党97军大步被奸 仅剩2000余人 逃入休武境内 国民党抗战后的 第一次反共高潮 被彻底打退 此时 柴泽民 已经跟随朱德到达太行山根据地 此后 柴泽民留在了太行山 直到日本投降 1946年6月26日 国民党以30万军队 开始围攻中原解放区 战争再次降临到这片 身负苦难的土地 此时 柴泽民正在山西林坟农村 进行土地改革 国民党的军队农村 国家是史上部 政治部 地位 转远 转述 还有群众团体 还有五六四 五六百人 理由不对 胡宗南一个旅 试图包围柴泽民所在的地位 危急中 柴泽民带领干部向山区转移 他们从元曲线到恒水镇 从文喜线到夏线 和胡宗南部队绕起圈来 几天过去了 柴泽民却一直没有等来前来增援的部队 当时我们有些人就是害怕 所以我们要保存个命令 大家还是撤退吧 确定到四分区去 过到元曲到四分区 不行 咱们这个地区 我们还要坚持 因为我们在这儿 老百姓只有信心 我们一走到老百姓 失去信心 没有依靠的 对我们也不满意 所以我们一天我们养护你们 结果你们都要接受你们跑了 我说不行 你们要坚持他们的根据地区 不能离开 不久以后 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部队被解放军全部揭秘 胡宗南部队退出山西 柴泽泽民和林坟的干部 才算安全下来 到山西解放 柴泽泽民被调往华北局干校学习 待到三个月 还没有 正式还没有开修 但邓校还没有开修 结果是我们这个东北部队 又监管了 一下包围到 包围到天津和碧江包围了 所以邓校在这个时候也是停满了 叫做邓校没有干部 把邓校这些干部 统统都调到这个卡锋来 到这个毕江来 接管毕江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也就到毕江了 1949年10月1日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 历史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 整整一百级 一百级的台阶并不整 然而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 中国共产党却经历了长达二十八年的 浴血奋斗 柴泽民也在这一年来到北京 出任北京军管会南区分会主任和市政府秘书长 1952年 柴泽民兼任北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1960年12月 柴泽民调入外交部工作 先后出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 中国驻几内亚大使 中国驻埃及大使 1978年 柴泽民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